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哈山清真寺 最早兴建于12世纪 长度约183公尺 宽度约139公尺 于1775年受到大地震损毁 仅存约312根的石柱 而古城墙的孔洞则成为了鸽子的停居处 刚好每一拱停一只 而其中的哈山塔原意计 兴建86公尺高 但应苏丹国王过世 仅兴建到高度14公尺就停工 因为完成所以成了哈山清真寺遗迹 没有再重建 但在遗迹中的一部分 于1962年开始修建为 穆罕默德武士的灵形 于1971年完工 体现了穆斯林优美的建筑工艺 和特有的建筑风格 成为游客的必到景点之一 穆罕默德武士是摩洛哥的前任国王 带领摩洛哥脱里法属殖民同志 1953年 穆罕默德武士发起国家独立运动 被法国人流放到柯西加岛 但激起了摩洛哥人民团结 迫使法国于1955年 同意穆罕默德武士国王复位 穆罕默德武士并于1956年完成独立 穆罕默德武士的灵形是一座白色的 而往上望林寝的屋顶 是用红木与雪松雕层 并填有彩色瓷片 呈现如繁星般的彩绘流离圆拱 在城墙大门口的两侧 设有卫兵守卫 卫兵坐在马上硬枝泛发 吸引了许多游客拍照留念 建议您有机会来摩洛哥 不妨大拉巴特的哈山亲战士遗迹 其莫安莫德武士的灵形 走走看看 阿伯恩摩洛哥大拉巴特报导